12月20日,谭永林在桃色风波后首次在香港亮相,开口回应相关风波。 谭永林称每次粉丝聚会都会拍很多照片,否认照片中的人是自己,是你们这样看而已,我觉得不是自己。 这个是你们看的,不是这样的,我觉得不是哦。 谭永林表示,作为公众人物没有及时交代,是处理的不妥善,谭永林承认没有及时回应另家人,歌迷,朋友担心失望,觉得不好意思。 71岁的谭永林还很健壮,打扮也比同龄人年轻,被采访时心情愉快。 回顾整起事件的过程,在一个月前,有网友突然在网上发长文控诉谭永林介入自己跟你友的感情,怒斥其是诗歌艺人,时至今日,在去翻看爆料人的主页,发现她的动态已然清空。 谭永林对...